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便宜 现在优惠力度应该是1万5到2万 车子真心不大 您这个个开 我觉得您自己用没问题 两个人也行 你要拉5个人 这个车空间毫无论是小 一则是丰田刚出的 它的发动机是2.0的 这个车子的车体长度啥子 要比这个XRV要大 但是它备受诟病的地方是 第二排的车门的窗户特别的小 如果您和您爱人自己用 就是小两口年轻人 一则没有问题 否则的话我建议你看看XRV 因为它价格便宜量也足 而且现在虽然款稍微有点老 但是它毕竟优惠 因为15万一则是不够的 现在刚上市没有任何优惠 裸车就14万9千8 所以您考虑 如果您个子那么高 一定要有一个空间性的要求的话 我倒是建议您在自主品牌的车型里边选择的 比如说 荣威的RX5 哈佛的H6 还有瑞虎的8 这些车都真心不错 15万落地能买个高配的 自主品牌最近几年进展 进步神速 我觉得您也可以考虑 胡老师您好 发现您的说车节目后每期必看 想请教个问题 日常城市代步 偶尔长途 看重ESP等安全配置 地豪1.5手动向上互联版 启程D60 1.6手动制联精英版 和微驰1.5手动创写版 都有ESP 指导价都在8万上下 日系车的产品很有吸引力 但是微驰过高的零整比 让我担心后期维修成本 请问从油耗和后期维修保养的角度 哪款车做家用性价比最高 谢谢 这是三种不同的车 它们的出身分别是核子品牌 你刚才提到的丰天维俗 第二个是核子品牌中的自足品牌 启程就是 它的母公司是东风日产 现在它已经剥离了 是个独立的品牌 实际它就是咱们最常见的咱们这个轩翼 它就换个壳子 发动机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至于你说的吉利是纯自足品牌 这种车你已经分析的很透了 博种之间 实际丰田在车型里面 它应该产品率最高 就像你说的 可能整零比能高 背价能贵点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 那么就不选最高 不选最高 选中间 启程D60 实际它就是轩翼换壳的车型 最主要这车配置齐全 轴距还比较大 这对家用车来说 空间非常宽敞 它的维修保养不贵 所以我觉得三选一 我推荐启程的D60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卡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留下您的问题 我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